大家好,我是青草国小的学生邱姐好 青草国小是一个位于真文系出来口附近的偏向小学 在青草国小里,放眼望去就可以看到许多的水鸟 正在积水的田里寻找的娱乐来吃 这个作品我们做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要展现真文系以前的风光 真文系以前可以说很漂亮,都没有垃圾 只有许多的小动物在那儿嬉戏着玩耍着 而现在的真文系却被许多的海贝覆盖着 遮掩住了它的美丽 使它的美丽不像从前那样 那么的多,那么的多 我们这个作品里有许多的生物 有螃蟹在这里,嬉戏 还有一只白鹿兹在这边吃鱼 还有这只在天空好翔的鸟儿 它可以随意转向 转向之后可以发展出不一样的故事 还有螃蟹的后面有一个洞 这就是螃蟹的窝 我们这边还做了螃蟹的窝的解剖图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只小螃蟹正在住这 然后在我们的水里面有三只鱼 可是我们的鱼太少了 所以我们只好用水彩刮几只鱼上去 在某一天 在某一天 夕阳西下之时 两只螃蟹正在树枝上嬉戏 此时有一只鸟儿从空中飞过 经过时看见两只螃蟹在那游玩 并想吃到那两只螃蟹 可是螃蟹发现的时候 为时已晚了 鸟儿正准备戳下去的时候 却没戳中 戳中了旁边的树枝 此刻是螃蟹淘宝的大好时机 所以它们两个就可以立刻钻入这两个洞里 躲避危机 可是它们两个都知道 两个会在它们的洞旁边等待它们出来 之后再把它一口捉下去 然后它们两个还是会被吃掉 我的解说奖 谢谢大家